雖然说眼睛已经看不清楚 但是拿起鱼线绑鱼钩 动作却比年轻人还要俐落 独自操作渔船上的机器也毫不费力 台东成功镇高龄94岁的渔民张爷爷 从事捕鱼工作已超过60年 虽然家人都希望他退休 但每天出海捕鱼 竟是张爷爷养生的秘诀 发动引擎 94岁的张爷爷独自驾驶渔船 在海上寻找渔群 全台年纪最长的渔夫张佐 也获得今年全国渔民节最佳典范奖 表扬他60年来为渔业界的奉献 而他的精神也让一旁的议员都自探不如 用一辈子的时间专心做好一件事情 张爷爷的职人精神 也为东部水产业打下稳固的基础 而他的故事也将成为典范 希望让年轻一辈知道 做事只要专心努力 就一定会有好的收获 原生性无分鸡仔细地帮你台东成功采用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